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招牌的主题是 他藏在心底里的话 抽神秘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目前藏在心底里的话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看一看 这个人他藏在心底里的话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要告诉你 请意识一下你是被他爱着的 他是深爱着你的 虽然他不是经常表现出来 不是经常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但他的心一直都没有停止爱着你哦 请你开心一点吧 你的笑容去了哪里呢 很希望可以见到你快快乐乐的样子 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你都可以分享给他知道哦 他是很愿意跟你分担你的忧愁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求你能够原谅他 如果你认为他还会原谅你 他早就已经放下了 他希望你们的感情可以光明地走下去 严选到第一组他藏在心底里的话 首先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承认他自己不是那种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不是经常把我爱你挂在嘴边的人 但请意识一下他对你的爱藏在心里一直都没有 停止过你是被爱着的 你是被深爱着的 希望你开心一点哦 最近的你怎么了呢 总是愁眉苦脸的 他见到你不开心 他也不好受 但希望你可以跟他分享 你的内心世界 他希望能够做到 至少能够跟你分忧 如果你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 他早就已经选择原谅你哦 他也希望你多多包涵 所以希望接着大家都可以 不一直想着过去的过失过错 放下这一个心病 好好地发展下去 看塔罗怎么说 他藏在心底里的话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他说过去该结束的就让他结束吧 他不想再跟你一起 再重复一样的 那个不开心的日子 请意识一下 他把你当宝 你是最珍贵的 这份感情呢 可遇不可求 如果失去了 他会很难过 他真的不想放手 没有了你呢 他的世界就崩塌了 他无法想象 没有你在他的身边 日子该怎么过 就希望你如果过去有什么不开心的 都可以放下 大家重新再来 往前看 好好的发展 好好的站在彼此 不可以吗 即使能够见个面呢 好怀念过去那些 有说有笑的日子 他答应你 接下来他会把更多的爱 投入在你身上 更懂得对你好哦 会把你当成女王或国王那样子的服饰 到底你还要什么呢 他真的搞不清楚 他想到头要爆裂了 晚上也睡不着 一直想着 到底你想要他怎么做 你还要他怎么样呢 可以选到第一主题 来看他藏在心底里的话 首先的这个人 他真的不想再跟你 一直重复过去那些 互相伤害的日子 就让那些日子告一段落吧 大家都放下心里的这个心结 然后好好的发展未来哦 他想跟你重新再来 不想再过冷战的那种寒冰的日子 想跟你走向甜蜜热情的恋爱 请意识一下 你是被他深爱着的 他把你当成宝哦 不知几时还能够跟你 有说有笑呢 不知几时可以见面呢 好想念你那个单纯快乐的笑容哦 他觉得这份感情是很难得的 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如果你选择离开他 请你再三四一下 没有你的话呢 他觉得他的日子将会是很难熬 他过不下去 他现在很难过 就好像世界崩塌了 没有你的话 晴天霹雳 他答应你 如果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会把你当成国王或女王那样子的去服侍哦 去对你好 或许他过去可能不懂得表达爱 但他一直对你的爱是存在的 他会试着学着更多的去表达他对你的热情哦 他真的不知道你还要他怎么做 你想要怎么样呢 你在想什么呢 这几晚他都睡不着 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哦 他真的想不通到底 你还要他怎么做 看自嘎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嘎 他知道你是他那个对的人 他要找的那个对的人 他在等待着你哦 他还在盼着你 他也有所行动的 他有很特别的惊喜 想要给你 他不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深爱着你 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做比较了 你是独一无二的 他不想再承受伤痛 不管他跟谁在一起 他都会觉得寂寞孤单 如果身边那个人不是你 他也会不开心哦 只有你能够排除了 内心的那个空虚 你对他而言是非常的 心感哦 就好像从烤炉刚出来 给选到第一组 一只可来看他说 你就是对的人 他已经很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不想放手 不想放弃 他还在等待着 再给彼此多一次机会好吗 他还在盼着你有所行动哦 他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惊喜 有一个好特别的惊喜想给你 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蛮不满意的 就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呢 他觉得不够好看了 又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但他的心对你是非常深爱着 他深爱着你 甚至对他而言 你是无可比较的 没有人可以跟你做相比哦 而且他的心中 是有一个稳固的特别的位置 他不想再承受伤害了 可能在这份感情 他已经遍体鳞伤了 他希望接下来呢 过去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都可以告一段落 大家重新再来 他真的不能失去你哦 没有你的话呢 他过得很孤单寂寞的 不管他跟谁在一起 他都还是觉得孤单 除非是跟你在一起 他才会开心起来 你对他而言 还是那么的吸引他哦 你好有魅力 就好像从烤箱出来哦 是非常火辣的 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 你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有时候分手不是不爱了 而是因为没有结果 他如果分手了 他还是爱着你哦 如果没有感觉 就不要给我错觉 希望你就是可以 给他清楚一下 你对他是什么感觉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冲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好了 教室的牌卡出现的就是 你可以跟对方多一点的 良性沟通 然后通过沟通 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与知识 学问的 或许你有所不知 可能你对对方有一些误解 通过沟通 你就可以知道 对方更多的事情 也许通过了解 可以更能够找到 可以原谅对方之类 再看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拿出你那个比较 最初的自己 那个真三美 那个很单纯的 像小孩的那个 自己 快乐其实很容易 再看 不用任何条件 都可以快乐的 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 才能够快乐 而是 懂得快乐 才能够享受所拥有的 然后这张牌卡是 释放那个 一直在 破坏你们感情的人事物 让这个感情 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与对方的将来 都是光明的 越来越好 过一个令你满意的人生 先一周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咱们的主题是 它藏在心底里的话 抽生意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它目前藏在心底里的话 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它藏在心底里的话 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它希望你确定一下哦 到底你做的决定 是真的一时之气 还是真的 就这样子决定呢 就把心底的真话 说出来吧 想要你深呼吸一下 放轻松 最近的你太累 太压力了 它理解 它也为你心疼 给选到第二组 它藏在心底里的话 其实它知道 最近的你 太劳累了 过得 有点不顺 所以有时候 你会说气话 说很难听的狠话 虽然 很伤它的心 但它能够理解 它都能够包容 它希望你可以 就是经过 这一段时间的休息 冷静了之后 再肯定一下 你是真的 说那些 你是真的想跟它 分手还是什么吗 它想要你再 确定一下 看塔罗怎么说 它无法接受 因为在它的心目中 你是那么的甜蜜 那一天你怎么了呢 突然间 变了一个人 它不相信 那个甜蜜的你 竟然是 会这样子 说话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它藏在心底的话 还有什么呢 它依然像当初 热情的 喜欢着你 不管怎么样 它都能够包容你 但现在 它想要靠近你 接近你是 有一点难度 你们之间 好像隔了一道墙 你有心事 都不透露出来 到底你在想什么呢 因为有天蝎的能量 所以它觉得 你会把你的心事 都藏在心里 它一直在猜 它走不进 你的内心世界 它真的是 很诚意的心 希望可以 点亮你的世界 希望可以 就是带给你快乐 它不是有恶意的 想得到你的信任 它觉得没有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都可以一起合作 把它完成 把它解决 没有必要 做到那么绝 可以好好通过沟通 解决问题的 它还在耐心的 等着你 它希望你可以 补充好能量 冷静了 去找它谈一谈 它依然把你看成 是它最重要的人 你是它的恋人 它的另一半 它要走一辈子的 另一半 它现在 是很理智的 据说 现在它说的话 都是说话算话的 它不是骗你的 希望你相信它 点击到第二组 它藏在心底里的话 其实这个人 它内心是知道 你不是那么狠心 那么绝的人 上一次你说 那些伤害它的话 它都原谅你 它能够包容 它希望你经过 这一段时间的休息 你可以 就是再确定一下 你是真的 想分手吗 或者你是真的 认为它那么差吗 它依然像 开始的时候 那么热恋着你 就是傻傻地爱着你 不管你 有多么的伤害它 它对你的心 依然那么的火热 没有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它希望你给个机会 让它来走进你的世界 大家一起 谈一谈哦 它一直想要 去把它的爱 带给你 最近的你 就是把它拒绝 把它拒之 千里之外 好像隔了一道墙 它还是依然耐心地 等着它 现在它是比较被动的 请你别认为 它不再爱你 不在乎你 它只是找不到方法 去接近你 它在等着你 能够弃笑 等着你能够冷静 然后呢 去联系它 你有心事 你却藏在心底 虽然你口中 可能说没事 但它感觉到 你就是有怪怪的感觉 但即使是这样子 放心哦 你在它心中 有一个稳固的位置 它把你看成是 它要过一辈子的恋人 它是没有恶意的 希望你可以敞开心房的 把你心中的心事 秘密都可以分享给它 它会用尽办法的去 把笑容带给你 去给你分忧 去分担你的烦恼 它现在是很冷静的 头脑去跟你说这一番话 它希望得到你的信任哦 它其实对你有占有欲了 它不想失去你 看自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肯相信他呢 他要给你 包括他自己的每一村 每一村细胞 每一个自己都是属于你的 到底他还能够做些什么 去令你更爱上他 更喜欢他呢 经过了他做了那么多 你还会爱着他吗 他不知道在你的眼中 他算什么 可以在你的怀抱中 他觉得自己会是最幸运 最幸福最安全的 感谢你就是过去是那么温柔 那么的有同理心 请你不要误解 他身边就算有很多的异性包围着 但那些都不算什么 他们都比不上你 无法跟你做相比 他真的很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你是他的活 你是他一切的动力 给选到第二种 你自可来看 这个人他心里是觉得 为什么你总是不信任他呢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令你可以相信他呢 他整个人都给你了 他说他每一个 每一村细胞都是 一点一滴的都在给着你 你还不信任他吗 到底他还可以做什么 经过了这么多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他真的很想知道 你过得怎么样 你的心里 你的内心世界 在想什么 他很想要见你 跟你拥抱的 跟你拥抱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是最安全 最快乐 最幸福的 感谢你一直以来 都是那么的有同理心 那么的关心他 关怀他 但是现在当你有事了 你却不让他来靠近你 为什么 当他有事 你可以照顾他 关心他 而你有事 你就这个样子 你就躲起来 还不让他接近你呢 是不是有误解呢 你是不是认为 他有其他的恋人呢 放心哦 你在他的心中 是唯一的 其他人 根本跟你 一点造成不了 威胁的 他们 根本比如上你 你是他的活 你是他一切的动力 你是他的 生存下去的 动力 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上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上 还有哪些 如果不是真心 请不要对我太好 我很傻 会当真 希望你可以 就是 如果爱他 才对他好哦 其实我早就 向你表白了 常在每个 看你的眼神里 如果你有留意 他的眼神 你就会知道 你跟别人不一样 他看别人不一样 看你的眼神 会闪闪发亮哦 就是他 真的是在表白哦 只要你劝我手 我就会一直跟你走 他不会抛弃你 除非你不要他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 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 就是拿出你的热情哦 你有能力 去把对方的世界 变得更好 你有能力 转变他的痛苦 成快乐哦 再看 所以再考虑哦 你做的事情 真的会 影响到对方的 再看 然后这张就是 就不要太过的 就是认为自己是 受害者 自己好可怜哦 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苦 大家都一样 在努力的生活 大家都一样在 不用一直 只是放大自己的痛苦 对方也一样 再看还有什么呢 然后请相信你是一个可以转换能量的人哦 你是可以把事情变得更好的 所以不用一直被动的等对方来行动 而自己也可以去改变这个事情 从不好变成好哦 你是有能力做到的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对方就是真爱的 还有长命百岁又长长久久 谢谢收看你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来点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赵文的主题是 他藏在心底里的话 戳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 他藏在心底里的话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看他藏在心底里的话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他 希望你可以给他多一点的空间哦 你会不会管得太远了呢 希望一切可以更方一点哦 就是不用什么都按照着规矩 同时呢 就是他希望你有更多的就可以担当一点哦 别那么的火爆脾气的 给选到第三组的藏在心底里的话 他可能在你的面前说不出口 他心里觉得你对他的管控的太强了 他透不过气 他希望你可以不用那么管着他 让他可以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哦 但同时呢 他又希望你有担当一点哦 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去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就控制一下脾气哦 如果有时候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却看到你很凶的那个样子哦 吓到他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藏在心底里的话 他其实是有把你放在心上的 他是很在乎你的 只是最近他工作很忙碌 可能没太多时间能够陪伴你 但他有在努力哦 他不是在躺平哦 他真的是忙不过来 很快呢 事情会好转的 再忍耐一下 他会用力的把不好的 去赶掉哦 就是你们感情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能量 他会为了你去改变 就比如你不喜欢他跟另一个异性 太密切的来往 他可以为了你跟那个人保持距离哦 因为他对你是付出的真心的 他是很有诚意的 想要跟你走到永远 当没有你的日子 他过得很无趣无聊 他好想念你 如果你们现在在玩地下情 他好想更早的跟你公开练情 他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哦 你就是他的希望 他心底里觉得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们很登对的 虽然他口上没有说 但心里其实是真的认为 你们是很相配的 就他想要达到平衡哦 这个感情 他认为如果要走得长久 应该更多的平衡 就是在付出接受方面 可以达到平衡哦 是很了 在努力的 想要把它变得平衡 给选大利三主义陶罗派卡来看 他常在心底里的话 他说他其实一直有在想着你哦 他有把你放在心上的 没有你的日子 他过得很无趣无聊 但是没有见面 又不是他想要的 他也是在努力的工作中哦 他在忙不过来 虽然他没有见你 但他一直有想着你哦 他希望你们的感情 有一天可以更早的能够公开 让亲朋好友都可以祝福 你们是一对好的姻缘 他有这个想要结婚的想法 但现在呢 就是虽然在苦练 他还是觉得 你们的未来会是散散发亮的一切 难题呢 都是过渡期都会过去的 他在努力着 想要把一切变得更好哦 希望你给个机会 再忍耐一下 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位 这么般配的人 他真的觉得你们是很相合的 是很般配的 虽然他口上没有说出来 他心里是觉得你们俩是最适合彼此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手还是什么 再考虑一下 他是很诚心的 想要跟你求爱 很诚心的向你表白 接下来他会更好地对你 接下来他会更公平地对待 更重视这份感情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相信你们的相遇 你们在一起 都是缘分的安排 你们是有缘人 想要他的生命呢 都有你 他希望未来都有你 他现在在努力中 而想设法地 让你们感情可以顺利在一起 他在努力想要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他知道也许现在 他达不到你的一些期望 但他有努力中 他好想要你更爱他多一点 到底有什么方法 你才会更爱他呢 他想你想的快神魂颠倒 就是见到每一个人 都会有你的影子 最喜欢的地点 最令他快信的地点 就是在你的身边 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永恒不变的 他后悔过去 他做的一些错误 他知错了 给选到第三者一字可来看 他真的认为你们是有缘的 是缘分把你们安排在一起 这个是正缘 所以希望别那么快放弃 他的未来都有你 他在努力的 想要成为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虽然现在 他达不到你的一些要求 你的需求 但请你别一直 就是给他太多的这种压力 他会慢慢地变好的 他有在努力 虽然可能比较慢一点 但他真的有在努力中 他在设法地 想要让这个感情有一个结果 到底他还能够做什么 你才会更爱他多一点呢 他很想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你的心偷走 他好想你 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你 他最喜欢的地点就是在你的身边 只有你能够给他快乐 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过去做错的事情 他已经后悔了 他真的知错 他会改变的 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我就是笨才会傻乎乎地爱上你 或许你真的没那么喜欢我 只是想找个人陪你聊天 刚好我出现了 他心里是自卑地认为 你可能不爱他 你很普通 可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别问他喜欢你什么原因 他就是喜欢你 看这个神域白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好了这张牌卡就是 相信你自己哦 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好有魅力的人 对着镜子对自己说 你好美你好帅哦 再看 自信一点 就是别让你心中的那一个恐惧感 去欺负你哦 别让心中的这个恐惧呢 去阻挡你去追求你 本来可以很幸福的日子 再看 还有就是相信宇宙的安排吧 相信这个就是正缘哦 一切的事情发生 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理由 所以给选到第三组给予你的建议 就是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哦 照着镜子告诉自己是最棒的 别让心中的恐惧阻挡你去追求 祝你本来可以很幸福的一段姻缘哦 相信明明中都有安排你们真的是真缘哦 是上天错和你们 好了这就是给选大力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 接着与对方会有很多值得 庆祝的好事可以发生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的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